這個改變台灣,從首度改變台北,從文化開始 這次議長以文化為主體的社會運動,也是台灣議長第一次以改變政治文化當作訴求的選舉 這是我2014年在選台北市長時候的競選口號 那在將近六年後的現在,再重新來看這個口號,我想還是對的 知道我們常常在講說,我們要改變什麼,其實還是一個政治文化 那就在我們2020年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幾件事情來看看我們的政治文化 中正橋拆除,坦白講我覺得那事情還是很了不起 你要比忠孝橋的話,規模是小一點,但是那個困難度還是很高 可是你看我們就沒有去大肆宣揚,我們還是很渣渣事事的把它做完 還有我們最近去布拉格簽解密室,坦白講,如果是其他的政治人物 一定會在事前就大肆宣揚,我國在外交,講一大肆 可是你看看我們還是蠻低調的 其實回來也沒有去特別講什麼 我們還是甚至有時候在人家沒有幫忙我們什麼,我自己就默默的去把它完成 所以事實上是這樣 其實常常外面在講說什麼台北市沒有政績 我去裡面在想每天早上七點半上班你知道,那種列管這麼多,一直在做你知道,所謂沒有政績 因為事實上真正的事實是,我們沒有去大肆宣傳 我們常常做十分你知道,大概講三分而已,我到其他地方是大概做三分講到十分 所以這種腳踏實地,很扎著去做,這是我們的政治文化 事實上,我想這位首長,很多也是從事務官身上來,應該會曉得,整個台北市 貪圖案件很明顯少掉了 我剛當市長的時候,當他接到那個防射健康 震動處送來了,現在幾乎沒有 好幾個月才收到一封,很少,幾乎就貪圖案件不見了 我想如果去檢查那個地檢處理,整個台北市八萬名公務員 那個,因為貪圖案件被起訴了 在特別到第二個月,很明顯就不見了 到2019,有時候看一下說 最近有一個問題,我說台北市的公務員,這個什麼時候政治文化比較確認 我說,我當年連任那一天,大家就死心了 慘了,大概要在四年,大家就dramatical state 所以這樣,我覺得我們還是頂持一種政治態度 就是很紮實,很認真的工作 其實時間久了,大家也不會看到 我大概在兩三個禮拜前,我去南港 我老實講,我也不是常常去南港,所以去看嚇了一跳 這那麼多 我相信,五年沒有回台灣的人,看到北門一定嚇到我 怎麼完全picture,完全不一樣 我認為,到今年年底,因為整個南港,我們很多工人現在正在修繩 到今年年底或是明年初,那個說三四年沒有回南港人再去看一遍就覺得蠻驚訝 一直等到北流啦吼,還有這個南港平蓋工廠啦吼 不過我知道很多建設,大概像澳大利亞那些大概要在兩三年 所以,我非常清楚吼,大概在未來兩三年內整個南港的風化會完全改變 其實所有這些,你知道吼,我們都不用特別去做廣告啦 只要有認真在做,大家就曉得了 所以我們只要認真做事,你知道,時間搭久了,大家也會知道我在做什麼 那 在我當市長的時候,其實我們非常強調吼 環形改進學習 我不想,所以事實上你們都曉得了 我當然會鼓勵首長出國,我們去看一看 我去到那個 捷克還有波羅地亞三小國吼,還有到芬蘭,我看一看 其實每次出去吼,都會給我們很大的機制 我相信教育已經看完芬蘭的國家讀書館 所以我們現在硬如要躲開,一定想法會不一樣 所以我還是鼓勵各位首長你知道吼,到全世界最新,就是每個國家最好的你知道吼,我們都是好好學習 所以 我也認為,很可惜,我們到那個芬蘭或者是到 拉托維亞吼,去看他的市場 我相信如果市場處處長去看應該一定想法會不一樣 對我們現在在興建中的這些 市場吼,想法會不一樣 所以我非常鼓勵各位首長有機會你知道吼 到全世界去看一看 開闊,開闊你的眼界你知道吼 這其實這樣吼,也不可能 每天再出國 所以維持一種 反省改進學習 這是一種態度 因為 每天都會問自己說,這個事情如果重來一遍,怎麼做 所以我們今天開這個共識也吼,其實有幾個重點 一個大家知道說,每個首長一定要先講一下,二元一九幹了什麼嘛對不對 好歹幹了一年,要有一個成績給大家做 有時候我老實講吼 你沒有,我們即使是面一步你知道吼 你都不太知道隔壁的局勢在做什麼 那為什麼要報告說你做了什麼,但是 對長官來講也需要知道說,因為我們台北市能做了什麼 對其他的局勢來講,你做了什麼,他會想想看,有沒有 可以彼此學習,或是彼此合作 所以大家第一點要告訴大家 二零一九你做了什麼 再來是二零二零你想幹什麼 這個短期計畫 再來是吼 我也認為在座的各位首長大概 現在沒有意外的話,就是做到二零二二的 因為本身沒有去選總統,所以你們就 就把這,大家很努力的把這一任做完 所以一年內,二零二零你要做什麼 未來三年你要做什麼 還有一點吼 有很多位置長期計畫會超過三年 就像剛才在講,東京門路計畫,我也不認為在 三年內,你知道吼 整個東京門路計畫會全部完成 所以 如果超過三年的計畫,你要講一下說 那最後應該是什麼 如果在我們任期面,應該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所以這幾個重點 我們彼此要互相了解 你要知道說你隔壁的局勢,你知道吼 明年要做什麼 三年內要做什麼 還有在 目前超過三年的大計畫 已經在規劃,或是正在做的是什麼 讓大家彼此了解一下 謝謝 那 最後吼 還是要撈刀幾句 我想你們所長都聽過我講的那個問題論 第一條 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為什麼問題沒有辦法解決 因為你一直說他不是問題 當然不會解決 你說他 你常常就解決一半 我常常在 管理學上叫貨商效應 貨商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管理學的教授 有時候你只要看他 你都沒有動手他就改掉一半 要貨商效應 貨商效應 所以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第二條 把小禮解決了就沒有大問題 把小禮可解決了 第三條 把所有的小禮都解決了就根本沒有問題 你想想看吼 在我的第一個任期 像大巨蛋 你仔細去看 如果不是 有內服武器 有大灣北斷 怎麼會有大巨蛋 甚至我們在第一個任期內那個地線路 整條路這樣違建 那就是小禮不解決 還有社子島 坦白講社子島誰要弄都難弄 為什麼 小禮不解決 累積多了累積久了 這人就受不了 垮掉了 所以把所有的小禮解決就根本沒有問題 那第四條 你不解決問題 問題會解決你 所以 第五條 要跟所有的所長講 當問題還不是問題的時候你拿出來講大家都會幫忙 當問題 當變成問題的時候你才拿出來講 都會被罵 所以包括我們的 對昨天的消息新聞 我們的社會局長 不做了 其實你遇到藝人的壓力 事先就來講 讓長官來幫忙你 你都不吭聲 你自己想辦法自己弄 弄到最後垮掉 就垮掉不幹 其實你有困難拿出來講 所以當問題還不是問題的時候你拿出來講 大家都會幫忙你 當問題變成問題你才拿出來講 第一個是 你自己都陣亡了 我們想幫忙你都來不及幫忙 第二個 我們常常長官就罵說有那麼早點講 你有不能早點講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論 還是一個 政治上的態度 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你不面對問題問題永遠被解決 把小問題解決就沒有大問題 所以 所以你不要看我們每天在做雜事 就覺得很無聊 每個人 很多人都勸我說 你當市長 那個抓大放小啦 小事情不要管 錯 我跟你講 常常這個小問題不解決 累積多了 久了 垮掉了 攝殖島就是最累情的例子 那個攝殖島已經近距超過48年了 誰來露醫養老實講 都很難搞 為什麼 為什麼40年前不處理 累積到現在誰有辦法 我跟你講 我檢查過那個 這個 駐發局大灣北斷被我們在市長市列管幾次 加起來我看不會少於50次 各式各樣的列管 那個你20年10幾年前你那個有低戶的偽健你不注意 等到1768戶嗎誰有辦法 1678戶 有醫護有什麼好講的一定把他拆了 1678戶 輪到我怕他 你怎麼拆 沒辦法 那就花很大力氣去解決 所以 所以不要讓小禮累積多了累積久了 為什麼 累積到那個程度就是被問題解決你 你也沒辦法 你對他沒辦法 第五條就是 有問題 早一點講好不好 該做 你不要撐到最後垮掉 所以問題問 所以 今天辦這個共識營你知道 當然彼此互相認識了解一下 你要知道你隔壁局處在幹什麼 老實講我現在戴口罩很難溝通 其實本來的好 是說 不過我要先 本來 我看一個目例是說 手掌要交流一下 我們本來有那個什麼早餐會報 問題是你們也沒有來 不過我看這個 這個禮拜 下個禮拜早餐會報也不用吃了 來也沒有什麼用 我認為 疫情在未來一個禮拜就決勝敗了 因為我的醫學知識告訴我說 中國大陸是一萬例 我們是十例 一千比一 這比例不對 所以要買都是我們意氣好 我們真的把他擋住了 要買就是我們裡面有一大堆潛如期的 我這樣不曉得是哪一個 一個禮拜內就知道了 所以 我也覺得未來的一個禮拜應該是關鍵 所以 那什麼台北升級要不要辦 我們是學校是可以8號開學 11號 還好 還有10天可以想 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是外科醫生 我們很習慣最後一秒下決定 我們很習慣最後一秒下決定 因為之前想太多也沒有用 所以 我想我們還是 反正有看清楚 老實狀況 因為大概 大概整個房地 未來一個禮拜就知道 所以中國大陸是一萬 你看他人口是我們的60倍 只是他現在定率是我們的1000倍 這比例不太最近 比台灣跟大陸如此密切的關係 所以要買就是我們的防疫系 我們真的一開始就把他躺在外面 要買就是我們禮拜 有一大堆前無幾人還沒出來 所以 這未來一個禮拜 火灶還是太早了 撐過這個禮拜就知道 就知道大事 我們就比較清楚 在火運 大概就這樣 所以 我還是一樣 我認為是這樣 政治上很大的進步 不太容易出現 所以 Blackthrew的 improvement Blackthrew 這種 穿透性的 很大規模 不太容易做出來 比較 比較 實務的 還是 還是像iPhone這種 進步 你看iPhone 從iPhone1到iPhoneX 他就是在 在十幾年當中 一直小進 小東西一直累積累積進步 這比較可能 所以 偉大的進步 不太容易 像發明便宜性 這是很大規模 可是從第一個便宜性 到現在抗爭數 超過100種 然後不同的變點 不同的抗爭數 這個大概是 另外一個 這比較 比較在 實務裡面比較進步 所以希望說 每個首長是這樣 養成一個習慣 討論說 如果從來一遍你怎麼做會比較好 然後再把它做一做 每天進步一點點 一點點累積起來 就進步最可怕 所以我們希望建立一個 從做中 學習 然後從學習 然後再從學習當中 一進步 然後每天進步一點點 累積起來那個進步 最可怕 所以重點不是一天做多少 重點是每天做多少 然後合起來 大概就這樣 所以 剩下大家就加油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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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